盘点江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三十一名夏侯 实力武境上级别 大唐镇北大将军 四大王将之一 连升三十二的徒弟 大唐皇后夏天的哥哥 灵光源残的制造者 原本是魔宗之人 后来因为妹妹的原因投靠大唐 以冷酷铁血的治军手段 和强悍无畏的军事风格著称 数十年以来为大唐开辟疆土 是诗人眼中的不是强人 夏侯不仅拥有五折五道巅峰的境界 同时还有书院 为其打造的冥光甲 和自己锻造的冥枪 曾与魔宗天下行走堂 在荒原上发生过三次交手 虽然总体受伤比唐要多一些 但夏侯也没有用出 自己的杀手锏冥枪 叶红瑜认为夏侯的实力 还在前任裁决大神官之上 是宁缺前妻最强大的仇人 因为自己魔宗的身份 夏侯一直在唐国和西陵之间 受气多年 后来他决定不再受制于人 于是跑到荒原去抢夺天书 荒原之行 因为李漫漫及时出现 而放弃与宁缺动手 不久又在李漫漫的施压之下归老 雁明湖之战 夏侯仗着冥光甲与冥枪暴躁宁缺 叶苏评价夏侯的冥枪 如果对手是柳白 也只能倒提剑柄 如果对手是自己 也只能尝试附住这把枪 而夏侯锻造的这把枪 只为防范23年禅林雾 宁缺在此战中无数Buff加深 书院的大阵 井字符 连升32的掏铁大法 柯浩然的浩然剑与浩然气 柳白的大和剑翼 后来更是依靠与桑桑的本命物关系 才凭借浩天神灰 一刀砍断夏侯鸣枪 斩下夏侯的头颅 旁白说 金兆盲廷舞蹈第一高手乐部 与徐驰平分秋色 除非夏侯复生 唐清智 否则很难找到人振服他 总体来说 夏侯的综合战力 比起三位天下行走 只若一丝 即便放在《知命巅峰》里面 也不算很低的存在 盘点将夜前40高手排名 第30名赵南海 实力武境上级别 600年前南海大神官的后人 与支手冠冠主陈某是 亲家陈皮皮的外公 如今南海一脉里 辈分最高之人 有人说他将西陵神术 已然修制《知命巅峰》 西陵召开《逃山光明记》 冠主为了扰乱浩天 回归神国的计划 于是修书 让赵南海去光明记上捣乱 在念力比拼上 略弱于 只修念力的金仗王庭国师 宁翠衙 自信能胜战过一场的叶红瑜 浩天重返神国的计划失败后 赵南海留在西陵 成为道门的一员 叶苏成圣当晚 灌主派赵南海 师弟中年道人和熊出墨 拘杀叶红瑜 叶红瑜认为熊出墨和赵南海 确实有些棘手 两人任意一人的实力 都不在自己之下 此战中叶红瑜浴火重生 以雷霆手段重伤熊出墨和赵南海 最终逃出生天 书愿灭西陵之战 面对叶红瑜的挑战 赵南海走出西陵阵营 想要替熊出墨接下 结果渔连不想浪费时间 直接燃烧十年寿命 启动魔宗秘法 一个快步一瞬间就秒杀了赵南海 赵南海虽然是知命巅峰的高手 但在全书中 始终都沦为别人的陪衬 第二是九名 阿达 实力武镜上级别 原本为草原金仗王庭的一名少年奴隶 因为浩天的降临 在一场春风话语中得到浩天的恩赐 于是他突然变得很强 王庭里最强壮的勇士 也不是他的对手 被称作是天之子 后来金仗国师 收他为记名弟子 成为铲鱼的亲卫 原本说阿达的实力 已经超过了金仗王庭第一武道高手乐部 是当今金仗王庭最强大的近战强者 近身肉活的技能极强 书院灭西陵之战开启后 王庭面对唐军的推进节节败退 阿达被迫留下单人防守宁缺 阿达对宁缺连出三拳 宁缺没有选择用身体跟他对抗 而是写出三道神符 将阿达打得遍体鳞伤 然后再出拳将其击杀 阿达认为宁缺只要用身体去接他的拳 他就有十足的信心击败宁缺 只可惜宁缺还是一名神符师 阿达擅长肉活的能力 不仅被宁缺洞西 同时还被他的神符克制的死死的 从李青山到阿达都为武境上级别的实力 是全书致命境界中实力偏上等的存在 但综合战力不如武境巅峰中的人 盘点将夜前四十高手排名 第28名唐 实力武境巅峰级别 魔宗的天下行走 甚至有可能是魔宗最后一带行走 23年禅于连的徒弟 唐小唐的哥哥 魔宗最孤独的守护者 荒人部落首领 一位高速奔跑脚下会产生火花 也被陈匹匹称为唐火腿 魔宗之人重在炼体 唐已经将肉身强度修炼至恐怖的地步 实力为致命境巅峰 虽然是可好然灭了魔宗 但唐对书院以及唐国不仅不记恨 反而非常痴迷和崇拜 于是干脆就把自己的名字叫做唐 曾在宁缺与龙庆的破镜之约中看好宁缺 为了杀死魔宗的叛徒夏侯 曾只身顶着军队的情况下 与夏侯先后在荒原交手三次 用刀芒差点破开夏侯的明光甲 即便夏侯有明光甲在身 但唐身上所受之伤仍比夏侯轻很多 原话是 你的伤比我重很多 我还有机会 此战若不是耶稣出面阻止 夏侯很有可能会提前死在荒原之上 荒人难迁时 统帅荒人立抗世界联军 曾中龙庆埋伏 在重伤龙庆后 杀死一位知命境界强者 烂科四事件后 宁缺和桑桑遭到举世追杀 唐主张荒人应该收留二人 是后来抗击西陵联军的主力 原文说唐非常强大 无论是剑阁强者成子卿 还是西陵统领罗克迪 都不是他的议和之敌 不久在奋战数天的情况下 被耶稣一箭重创 书院计划灭西陵后 唐跟着老师榆连潜入草原 暗杀了不少金帐王庭和神殿的修行者 君莫灭玄空四后 帮助其带领百万农奴 组建新的家园 虽然唐与人正面交手的次数不多 实力定位还是在的 人物整体结局也还算不错